刚刚和男友刘浩龙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美国甜蜜游学之行的荣祖儿 9月15日即刻开工 现身商场与粉丝们重聚 虽然名为游学 但这一个月的二人世界似乎让荣祖儿提前感受到了蜜月的幸福 大不明年还要再去 常常都很怀念那段时间就是很轻松 然后每一天都只做一件事情 好简单的生活 至于荣祖儿回赶后的头剑大新闻就是天后王妃很先与相爱十年的李亚鹏签字离婚 离婚原因更是被列出详细清单 婚后经济问题当之无愧的占据守卫 再看荣祖儿与刘浩龙这对小情侣 与王妃和李亚鹏同样是女强男弱的经济状态 荣祖儿你可要学好妃姐的前车之鉴啊 那艺人呢就是有一点无奈就是感情的 呃呃 离离合合都要受到很多 嗯 猜测 有很多评价 但是我觉得嗯 一段感情的关系啊 其实第三个人都已经没有 没有及格去讨论了 所以我没有想太多 然后呃 到自己的话呢 我想也是尽量的呃 低调的处理 我没有想过 现在没有想过 那一层因为还没有到这阶段 但是嗯 所有事情独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看来一直为刘浩龙倒贴心思 倒贴前的荣祖儿似乎也要开始谨慎小心了 钱到底还是放在自己兜里比较可靠呀 而感情甜蜜事业心同样过人的她 为塑造自己的全新形象 在现场竟然放话 是激战中拥有完美八块鸡的张嘉辉为目标 这是要当肌肉女的前奏吗 然后我有兴趣找她的trainer 就是为我就是设置一个健身的呃 呃 呃 这个呃 呃 计划 我想就是结实一点 然后把身体的就是一些肌肉 练得比较呃 就是能够好看一点 就已经OK了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